中国留学热降温 近几年 清华、中科大、西工大、北航等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出国留学人数出现大幅下挫 甚至跌去三分之二 在中国学生留学目的国 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 中国也失去第一声援国的地位 让位于印度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23 数据显示 疫情后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连续四年下跌 到2023年仅有29万人 和疫情前相比下跌了二成 印度赴美留学生则增长35% 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超对澎湃新闻说 疫情以前 清华本硕博全口径出国净率为15%左右 2023年已经降至8%左右 张超认为2020年出国留学率变化 影响因素首先是疫情影响学生出国 还有就是国际关系的变化 当理工科学生申请攻读计算机等敏感专业 美国签证办理变得困难 导致这部分学生出国比例下降 他称疫情前清华出国的学生70%是去美国 疫情后出国的学生中只有50%是去美国 留学生去的最多的高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我认为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学龄人口和每年的高考人数都在下降 二 一些家庭的积蓄及收入变少了 加上签证难拿 海外读书后回来找工作没有优势 所以很多人也不愿浪费钱去留学了 三 中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理工科教育提高了 学生在国内也能受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理工科教育 而上学费用则少得多 毕业后在国内找工作的竞争力反而比留学生更强 四 至于很多人强调的到国外见识面问题 这可以到学生时代到国外旅游 工作后到国外出差得到弥补